在地人在地中 來看這個台東武宏的東台下区 今年用水蟾 糾糟的食物為主地 帶領到小朋友 來認罰到食物的特色 竟然把食物來造成料理 像早期在中部水蟾 很接近看的這個蟾香草 有八角的香氣 很適合用來煮吃 用來煎軟 那個氣味 原來是有夠讚 希望透過的料理 來找回到過期 那種單純的煮味 老師拿食物向小孩紹介 這裡的生活在水蟾 還有客流當中的食物 和生活有關聯 所以不會真的去食材過 東台下区今年水蟾 附近的食物的食材 變成幾個好吃的料理 以往被認為是雜草的野菜 那我們只是這一次把野菜的概念 重新再帶回到飲食當中 在水蟾當中有豐富的生態 其中食物是真重要的部分 像過去在中部常常看的 到的大野田香 整個的香氣 不能夠當作是雅菜 也能夠當作是香料來攔食物 還有一樣可以當作香料的漆場 和無風的特產王來用美食食材 用來做料理或者是擺設等等的 然後透過這個活動還可以跟小朋友們互動 讓他們知道哪些東西是可以吃的 哪些可以用來醃肉 這裡的常常運動作是雜草的食物 在過去是人常常吃的野菜 因爲時代變成生態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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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的事物消息在生活 我們希望透過多年讓大家想到過期的活躍 也可以找到過期的生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